有一个地方 只有你和我 知道 我觉得就是 化压力 然后化成动力这样子 然后就是 难免会有一些压力 因为是这么 都是我的前辈 所以我觉得能够 呃 从中去学习更多新的东西吧 然后把自己更加的充实 然后去努力 有很多方面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接触大萤幕 所以有很多细节 比如说 就是在镜头的后面啊 一些 比如说 机位啊 就怎么样去 去迎合 然后怎么样去 呃 把它 把它 诠释的很自然 因为跟之前其实拍MV什么还不一样嘛 因为你其实需要的不是跟镜头说话 而是要跟 而是要就是 让别人觉得是越自然越好 越真实越好的 所以 很多方面都会给我一些教导吧 可能情感戏会比较难一些吧 对 因为一开始就是 并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经验去 怎么样去 演好这情感戏 但是其实 因为对手系的演员王立坤啊 他其实非常专业 所以两个人一起的时候 会好很多 就更加容易带入这个 这个情绪 一开始还蛮担心 后面就越来越顺了 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才华 然后呢 就是特别的 呃 怎么说 他特别 我觉得他特别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特别特别的清楚 然后他在他的 心里面有他的爱情观 所以他呃 在做一个导演的时候 他会知道他想什么东西 就他很清楚 他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 这也会让演员轻松一些 因为你拍戏的时候可能就是说 你先试一遍 然后这个情绪是不对的 那导演会特别跟你说 我希望另外一种情绪 所以 其实我觉得就是 嗯 无论是演员的他 他还是导演的他 都是特别特别有才华 特别棒的 我没有问过他为什么选我 对 我不好意思问 但他也就偶尔也有说 对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他在采访里面都有什么 我都挺不好意思的 对 反正就感谢徐导看好我吧 对 我觉得 其实会这样子 就是有些 因为其实毕竟我是 第一个作品嘛 然后也还并没有 之前还没有一个参照的一个东西 所以 我觉得难免会先入为主一些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慢慢地 然后让 用作品去说话 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 呃 这个好的作品 然后也能够慢慢地认可我的实力 所以我是希望 嗯 用时间去慢慢证明吧 然后我也继续努力 我喜欢烧脑类型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我喜欢看完之后会想一想的电影 嗯 就是最喜欢的 很多啊 像他们《盗梦空间》那种 我都就特别特别喜欢的 对 很多很多 有想到自己去拍的那些什么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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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有好的剧本 我一定会去尝试的 一点就高纸上的 嗯 对 高纸上 然后特别特别的烧脑 演到之后自己都眼晕了 哈哈哈 也 也会看 也会看 我觉得爱情片 其实可能每个人都 就是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类型了 爱情片 一定 一定都是 呃 大家都会 都会 我觉得 人嘛 就难免都会去 对爱情有那种憧憬 所以我觉得 呃 就是爱情片是美好的 我自己也会去看 其实大萤幕我还没看过呢 对对对对 呃 片子我看都还没都还没完全看整个的 就看了一些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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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是为了保留那个 那个完整的感觉 那个惊喜到最后大萤幕上面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你荧幕不够大的话 不在影院的话 你是看不出那个感觉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保留这种感觉 所以 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 呃 还是 就是挺 我觉得 就可能整体的感觉 我还是蛮喜欢的 对对对对 就是对于这个影片啊 但自己演的话 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啊 肯定还要继续努力 特别大不同就是MV的时候 你要对着镜头 来展现那个就特别帅啊 特别酷炫那种东西 但是演戏的时候 你是完全是就是 不是跟镜头 而是你是就是跟你身边的 身边的人在对话 就像我们现在 就就这种很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 因为 而且而且MV其实音乐嘛 音乐就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所以你对镜头可能就是 表现你自己一些很帅啊 很萌啊怎么样都好 但演戏你是在演绎别人的人生 所以你对把这个东西 要去分开才行 很好 特别特别好 每天都吃特别多的肉 因为布拉格那边 其实还是杰克那边的肉 特别好吃 哦 肘子什么的都特别好吃 那你今天很期待 那个放饭的时候 特别特别期待 每天一放饭 我就啊就跑过去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吃货 你最喜欢吃肉 我特别喜欢吃肉 哦 就肉类是我的特别 特别特别爱吃的最爱 我还行 我就是不怎么喜欢香菜 哦 对 然后我不吃鱼 鱼都不吃 对 不会吐刺 对 反正就是有那么几个 是不吃的 其他东西我都吃 有啊有啊有啊 我特别有兴趣 特别特别有兴趣 对 我觉得就是演员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可以演绎别人的人生 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 自己感受不到的一些 一些事情 一些一种就是 经历吧体验吧 因为其实在现实中 你可能不能演一个变态 不能是一个变态 或者是一个杀手什么的 但是其实电影里面就可以 所以我一直是觉得 作为一个演员 需要去挑战更多的角色 我对自己的那个就是 怎么说自己的自己的作品上面 有压力 但这方面其实就还好 我觉得对 因为其实更加关注的 还是自己的一些 真的实力的东西 自己的音乐作品 影视作品吧 这方面我会要求的 非常的严格 所以音乐其实我都是自己去 做一些创作跟制作 能去把关 然后影视方面 也是能够自己去看 每一个剧本 然后自己来挑 挑自己真的是喜欢的 而不是因为演去演 是演能把自己 能演好的一些片子 所以我是 这方面压力比较大 其他其实就还好 我觉得 优势 我觉得见仁见智吧 这东西挺难说的 对 而且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优势 其实每个人都很棒 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 其实 嗯 嗯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优势 去去发 去去发现光大更加去去把它做到更好 我觉得是重要的 还行吧 嗯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还就是也是见仁见智的啊 就觉得还是 我真的是觉得呃 呃 其实还是更希望的是能够 不光是这个就是这个外表的形象 更多的是真正的作品 真正的让别人觉得这个角色就是 就诠释的很好 是是是是有实力的 或者说是他的音乐是是好听的 是有个性的 而不是更多是外表的 我希望能够更多在内在 我平时不打扮 就除了通告之外 对 在家其实我基本上长期是戴一帽 戴一口罩就走了 我特首吧 手长得比较大 我喜欢打球 打篮球 打篮球 打篮球呢 所以手很重要 然后手又特别特别大 我觉得就是这这两面都都有都有 都有对 其实我觉得人都不是就是特别 都有比较多面的性格 我觉得不可能只有一个性格 所以只是看跟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环境怎么体现而已 我觉得所以就是有时候 其实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性格 其实需要需要长时间去相处才能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就是就是嗯 外表内热吧 就是见到是比较生的人 可能就会稍微的 就是因为我比较内向 所以就会收一些 然后就可能话比较少 但特别熟的话 我就特别特别的疯狂 对 就是就是很 我喜欢逗大家开心 我觉得那个氛围特别好 所以像我们私底下自己的 就是工作之余很累的时候啊 大家团队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就是 逗大家开开心 然后就是就就就 就特别气氛特别好 我喜欢营造那个气氛 那个 我都会冷笑话 冷笑话专家特别冷 冷到零下了已经 三个字形容自己啊 高冷萌 这不是这不是三个字 三个词啊 三个词形容自己 那太难了 我这个都是都都也是挺那个什么的 就是挺难形容自己的 我觉得还是挺性格还是挺多面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超哥 然后然后我们相处特别愉快 然后嗯 其实怎么说呢 我自己也真的私下 其实也是比较比较逗的 我自己也喜欢 我本来就是其实 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演员类型也是 我觉得喜剧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以后搞不好就是 会去演喜剧去 我觉得都有可能性 所以我是呃 呃 当时可能跟超哥也是一拍即合吧 特别好像就是 像特别好的哥哥一样 所以我们就 大家玩一玩呗 就开心就好 我觉得嗯 对对对对 有时候只是呃 保抖一下偶像的形象而已 哈哈哈 嗯 其实我的包袱其实还好 我不是一个特别偶像包袱的人 但是哎 我的团队每天都跟我说你要有包袱 对可能就嗯 我会把它有个均衡吧 也不会太没有包袱 也不会说那种一直端着不会 还挺习惯的吧 还好对 我觉得因为呃 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呃 忙碌 然后多去做更多的事情吧 我觉得然后呃 给慢慢的累积 然后其实这时候是在奋斗的时候 所以忙点 我觉得是好的充实的是 也难说可能一个人呆着吧 在家 自己一个人呆着 可能小酌一杯 对就是 其实嗯 看个电影什么的 对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对 所以压力大的时候会安静一下 就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我就是其实就是像 嗯 感觉到就是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其实一开始 嗯 然后我呃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那么擅长去跟人家沟通 但慢慢的话 我其实是一个很萌的人 哈哈哈哈 这样说是不是 说自己萌啊 就是反正就是嗯 但并不是太多吧 因为其实见到机会也不是特别多还 还好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其实难免会有好跟不好的声音 对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不可能 让就是罗伯欣赛克有所爱嘛 不可能全部都喜欢 我觉得就是 呃 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注 感谢所有的声音吧 嗯 然后自己还是努力做好自己 特别的感谢他们 就特别感恩 我觉得嗯 像像家人一样吧 这么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 然后嗯 所以也是让我 他们是我的动力的 特别大的一部分的来源 也是 也有压力 因为他们我会有压力 因为其实 有些时候可能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榜样嘛 或者自己的偶像 其实小时候我也会有 可能谁都会有一个这样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他们的是 特别正面 特别有力量的一个形象 然后能够就是 给他们一些 呃 快乐欢乐的东西吧 所以我 因为这些事情 我会更加的去 努力把自己做好 对 当时其实就是 偶然一下想到的 也没有特别去想 就每个你 想要感谢每一个人嘛 那就每一个你吧 因为有很多嘛 不可能每个东西得到 就是像天使一样的女生 其实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干干净净的形象吧 就是 嗯 让人觉得是 就很单纯 然后很善良的 然后 一个女生嘛 我是这么想的 也没遇到 也不知道 就自己长什么样子 对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一定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嗯 善良 单纯 然后孝顺 最好是会做饭 越说越多 对 一切皆有可能吧 对 很难说这东西 我更加相信的是缘分 对 人跟人之间能够遇到都是缘分 因为这么多人世界上面 能够碰到 能够在一起的话 那更是缘分 没有 好孤单 好冷 就 就 就好像还好 哎呀 情人节都一个人过的 是吗 这样真的好痛 是不是会比较期待啊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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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以后真的 嗯 跟自己特别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会过个特别浪漫的情人节 然后再看一遍有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哈哈 其实没有想太多 嗯 当然 其实演戏一直是我的梦想 然后如果说真的能够呃 有机会的话 我也特别愿意 但我觉得这东西其实还是看看呃 有没有这个机会吧 就看如果有特别好的一个合作机会啊 特别好的剧本啊 然后嗯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我这个人其实不会想特别远 因为我觉得 其实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觉得是 就很多时候我只是想着今天怎么把今天做好 然后特别远的事情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很模糊的方向 但是不会特别准确 就不会知道我可能半年之后要干嘛 十年之后要干嘛 不会很清楚 我只是觉得就是应该是做好每一天的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的 然后踏踏实实不要着急 然后我是希望能够把自己 越来做的越来越好 然后去嗯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吧 不要忘记最最一开始自己那个 那份热爱跟喜爱 电视剧我我我会考虑啊 对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看剧本 主要还是看这个 我自己能不能诠释的好 喜不喜欢 嗯 肯定可以 我觉得 觉得一个一个一个角色 一个演员就是应该要有特别多面的塑造 可能以后演一个那种那种就是不一样的人 可能剃个小平头 然后留点胡子都有可能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多面性的 我不会局限于自己在一个形象上 哎呀谢谢你说他可爱不是说他好 说他好一般都是讽刺我的 就有小时候学过那么一段时间吧 但是其实就只是停留在画鸡蛋上面 老师就让我画鸡蛋 就画一个圆你知道吗 也没要画圆 所以你看我的画都是用不一样的圆拼在一起拼成的 嗯 我都画的那个作品的那个应该水准停留在大概一年级吧 一二年级的水准 好像以前好像有画过一次吧自画箱 但画特别丑人家都说 不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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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夸张的 我画自己肯定不会画的多帅 肯定画特别丑 你加点什么 对不会加 反正就画的就头特别大 然后画那种就是 反正不会画的特别好看 其实并不是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想当一个航天员 然后想发明长生不老药 然后再往后我喜欢打篮球 我想当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 再往后我才是才是入了这个行呢 然后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音乐 喜欢去 喜欢表演 所以才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应该是第二个梦想 我觉得有两个地方 因为我喜欢音乐跟演戏嘛 然后我觉得两个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 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因为音乐其实是表现自己的一个东西 它是更有个性的 然后是全是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的让人有热情嘛 就你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你在唱你自己喜欢的歌表演 然后下面的的就是听众 他们在听着歌迷朋友他们在听 他们特别开心特别融入 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 就是一般是感受不到的 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 然后表演这方面就又不一样了 它是在演就在诠释别人的人生 所以其实是它的乐趣是来源于 你当你把一个角色塑造特别好的时候 你会很有成就感 觉得这个真的把它就演出来了 挺好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